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 包括陈老师 为顾欣先生的纪念 做出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 早在理想国沙龙第一届的时候 顾欣先生就曾经 答应过说 会来北京会跟大家见面 但是很遗憾因为身体的原因 顾欣先生 没有成行 谁知道就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机会跟 我们这些北京的 读者们 北京的朋友们 想与他相见的朋友们见面 那么今天 陈老师在这儿 也会借着 沐欣先生一周年的 这个机会 跟大家交流一下 与沐欣先生有关的事 同时陈老师还会 跟大家交流 关于青年 关于读书 关于大家感兴趣的各种话题 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老师 前面的同学 其实可以再做得更近 做得更近 然后讲台上做 前面的同学 抓紧时间就就坐下 这同学手里 怎么已经有书了 好 来我们让咱们坐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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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晚上零点 我们目前还活着 然后过了零点就没事 世界末日 就我们都得死的意思 这个一年前 沐欣先生在 今天的凌晨去世了 我在第二天赶到同乡的殡议馆 他已经移到一个冰柜里面 然后就不理我了 我想在座肯定有同学 经历过的经历过 经历过亲属于没有去过那种场合 你见到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 非常敬爱的人 就死在你面前 完全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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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一年前经历的事情 我很高兴今天晚上会有这么多同学愿意到这来 我等一下会说到这本新出的书 文学回忆录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在座 有多少同学听说过沐欣先生这两个名字 我还不信天手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也爱他 读过他的同学举手 还不少 他至少在中国在过去几年 才刚刚开始被部分读者知道 说起来还是一个小众的作家 他的读者也应该算是小众的 今天我们这里有一位我的老朋友也赶来 他是和我一块 在二十多年前全程听沐欣先生讲课的 张旋林 你站起来 跟大家讲个招 听沐欣先生讲课的人 大约有十来个全程听的 当中陆陆续续来了又走的大概最多的时候三十几位 张旋林先生和另外一位李全武先生是当时劝说沐欣给我们上课的人 另外那一位李先生我到现在没有联系到他 很可惜 张旋林先生特地从纽约赶过来来参加这个新书的发布会 听说我今天晚上在这跟大家见面 他也过来 张旋林先生也是个画家 是六十年代在浙江美院毕业的版画家 八十年代移民美国 然后我们都在八二八三年之间认识了沐欣先生 此后有长达将近三十年的友谊 我零零年回到中国以后呢 也是 薛林先生在照看沐欣先生 一直到零六年先生回国定居 他很可惜没有赶上去年的葬礼 他摔伤了 所以他今天一定要来看看 有多少年轻人知道沐欣先生 读过他 大家好像有的时候已经有书了 我其实很好奇就是大家为什么愿意读这么一个老先生的书 我能够把我的五本听课笔录公开 也实在是因为去年12月24号 在同乡的追悼会上 我意外看见一百多位从各地赶来的青年 有80后甚至90后来送别木星 那么下午呢在同乡的这个昭明书院 有一个追思会 在追思会上 这些青年人可能很早就听说我们在 二十多年前有过五年的文学课 就恳求我说能不能出版这一份文本 那么我手上有五本笔记本 二十多年来都没有再打开看过 我看着这些年轻人的眼神 我当时就承诺了 这是去年12月24号的事情 那么从今年春天开始 我就从笔记本上 把这个四十多万字的笔录 一个字一个字录到电脑里头 笔录的时候我还不会打电脑 变成电子文本 然后呢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出版社 有三位编辑 从今年秋天开始 全程介入这个编辑的工作 因为他讲了八十多讲 将近九十讲 其中涉及世界各国的文学家 很多国外和中国古典的文本 都要核对 我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 在读那个记录资料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草率 所以他们花了大量的功夫 把它校正和对 现在这个书面看上去干净多了 可是我昨天拿到书的时候 其实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非常陌生 因为我伴随这五本笔记 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我今天把其中的一本带过来 可以给大家看一眼 就是这个本子 这个本子我记满了五本 另外还有一些记在别的本子上 但是主要是这五本 这五本记满了 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 里面是大约这个样 你们远远的看看 大约就像这个样子 就像这个样子 非常潦草 但是呢 我可以自夸 就是我画速写很不错 所谓速写就是可以很快地画画 所以我也能很快地记录 当然赶不上现在年轻人 用电脑记录 我目击过年轻人 飞快地在打键盘 然后把两三个钟头都打下来 当时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就用手记 我不知道我记了四十多万字 因为长达五年 所以你看我伴随着这五本笔记本 然后拿到这两本书 这两本书 所以我很难相信这是同一件事情 是同一个文本 里面现在配上了插图 配上了沐昕的照片 当然还有这刚才提到的三位编辑的 这个长期的一个校对工作 曹灵志你在哪里 往那边去了 曹灵志是沐昕先生回国以后 所有著作的责任编辑 另外两位80后新加入的编辑 叫罗丹尼和雷运 来了没有 在不在现场 都在外面 非常谢谢他们 他们都是读过书的人 一位是研修外语 一位是研修中国古典文学 我今天的题目叫做读书与青年 我还是想发挥一下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再回到沐昕先生这本书 因为我很想知道 在座的同学有多少是读理工科的 有多少是读文科的 尤其是有多少喜欢看书的 我说的书当然不是教科书 也不是专业书 而是咱们通常说的贤书 说的好听一点只有文学书 有谁 大家有点 你也来了 谢谢 我清好的老同学 有没有喜欢读文学书的同学举手 那要多的多了 会多交流的时候 我看看大家为什么要读文学书 读文学书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用 因为当年我们听沐昕先生讲课的 都是一些画家 都是我认识的画家 一个一个带去见沐昕 然后他们都非常惊讶 然后就要求他给我们讲课 我们没有一个人听过文学史 也没有一个人有意思将来要当文学家 我现在写了很多东西 甚至出了点书 我仍然没有一件文学作品 我不是个文学家 那么可是听他讲课的人 除了张学霖先生是四十年代出生的 其中有大概七八位是五零后 然后一两位是六零后 还有一位是三零后 沐昕先生是二零后 所以我们那个几层人啊 在年轻时代可以说都是文学爱好者 但是沐昕先生讲的世界文学史里 我们有六层到七层的作家 我们不但从来没有读过他们的书 而且完全不知道 那么我今天来以前做了一个非常粗糙的一个一个回顾 我当然没有资格做这个回顾 什么回顾呢 就是在过去一百年 清末 明初 共和国 然后到文革后 然后到现在 阅读对年轻人的影响是什么 然后年轻人在这几个时段 大约在读什么书 我们现在回到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 一九一二年 不对 一百多年前了 也就是十九世纪末 我相信当时的青年 爱读书的青年 读了很多刚刚翻译过来的 西方文化的启蒙书 在座有没有专门研究文学史的 或者中文系的同学 或者老师有没有 我要是讲错了 你们纠正我 我记得在鲁迅的书里面 他就非常热情的诡异 在他年轻时代 最早读到 西方因为叫好犀利 写的天眼论 此外还有这个 这个很多那个 我是不是念错了 是不是 好犀利还是好犀利 好犀利 这个字我都是不会写 此外还有当时 非常流行的一些著作 有一本叫法义 似乎就是孟德斯就写的 还有什么明曰论 这些都是西方刚刚翻译进来 而且是用文言翻译的一些 咱们后来叫做启蒙书 中国开始转向 所以那个时候的年轻人 读的是类似这样的书 可是在木星给我们上 二十世纪初期文学时候 简单提了一下中国的文学 同时中国在写什么呢 在写老残游记 在写官场现行记 在写 就张爱玲后来编创过的另外一本书叫 海上花 对 这个是中国清末名初 西风东建以后 一个非常错位的一个现象 一方面是清末的小说 一方面是西来的一些新的观念 新的文学 我这次在编书当中收到很多民国的书影 收到一份很有意思的文本 叫阿娜小传 我不知道什么叫阿娜小传 后来才知道 这是托尔斯泰安娜卡雷妮娜 最早的一本 分成五本 这是清末名初那一代人读的书 此后就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了影响过毛泽东 影响过一整代人的 叫新青年 再稍微后来又出现了一本书 叫小说月报 那已经是民国二三十年代的事情 沐昕先生特地跟我讲到 在他年轻的时候 所谓年轻就比诸位现在年纪还要小 也就是初中年龄的时候 他每一期都要看小说月报 里头有华根纳的和尼采的 决裂的文本 也有郑正德先生翻译的阿拉伯小说和诗歌 还有当时我们熟知的五四那些大文豪的作品 郭沫若 周作人 鲁迅 胡适这些名字 此外还有当时的年轻的作家 暮暮天 诗则存 小说月报上都有 所以到了民国初年 新一代的青年 当时的八零后 九零后 开始读大量的西方文学 那么到了四十年代左右 据我知道 是我父亲的一辈人告诉我的 有两本书 非常广泛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的青年 甚至影响到中学生 这两本书的名字 一本大家一定听说过叫《简爱》 是给女孩子读的 是讲爱情 讲一个女人怎么独立自尊 在爱情的挫败当中 她怎么跟自己的自尊 和她的卑下的地位 这种挣扎 另外一本 大家可能也听说过 叫《约翰·克里斯多夫》 听说过没有 富雷先生翻译的 那么这两本书 我不知道今天的 在座的八零后 九零后 还有没有兴趣读 我是没有兴趣读了 这个《克里斯多夫》 我根本就看不下去 看的时候很激动 《文革初期》 现在全部忘记了 《简爱》我看过 《简爱》我非常感动 但是我感动的主要是电影 为什么 《文革》以后 刚刚开始有外国电影进来 我们大家都记得 《简爱》里头对话 可是我要说这两本书干什么呢 因为在 1957年 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中国在大学和知识界 和更大的范围内 发起了一场 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 划入了一大批右派 其中有老人 大家一定听说过张一和先生 就是他的父亲的一辈 张伯军的批人 这个罗 罗 罗隆基 叫什么 罗隆基 对 还有这个张 张伯军 还有一个姓张 就现在一个历史学家的副产 张乃琪 对 这批人那是七个大右派 七个大右派 那是高层的 他们本身就是当时的什么部长 而且是民主党党派里头的几个头 这是一批 可大家要知道 更多的右派是什么人呢 就是大学生 甚至高中生 也就是说在座这些脸 在1957年 很有可能 如果你性子暴躁 讲话直爽 就会打成右派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右派 就是北大的林昭女士 林昭女士跟右派言论本来没有关系 因为她年纪还小 可是她看到她很尊敬的一个同学 忽然全校在批评她 批判她 也许也像这样的场合 像我这样站在这 然后你们大家骂我 说我自想反动 说我怎么样 林昭忽然就跳上桌子大骂 就是抱不平 抱标前见虎诗 最后来打成了右派 林昭有没有读过简爱 有没有因为克里斯多夫做右派 我不知道 但是此后 中国的文化部和知识圈 做了一个调查 当时的所有学生右派里面 有70%到80%的人 受到这两本书的影响 所以我为什么特别要提到 克里斯多夫和简爱这两本书 就可见一本文学书 一个文学的译本 在当时中国的青年当中 会发生这样的影响 以至于影响到这个人的政治生命 大家知道大多数右派 最后都轮亡了 非常悲惨的境地 有些人一辈子就毁掉了 还有人自杀 在很年轻的时候 在诸位这样的年龄的时候 就自杀了 我所知道的中央美院附中 就有一位小右派 卧轨自杀 年龄只有19岁 这是1957年的事情 可是这个跟文学有关 跟文学有关 那么到了我年轻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能认字 我能拿本书开始读的时候 是什么书呢 大家也许听说过 欧阳海之歌听说过吗 金光大道听说过吗 这些革命小说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来不爱读这些小说 我父亲也是个右派 我发现他很大的一个人 坐在那儿 他在读书 我知道他在读鲁迅 在读土耳斯泰 也在读克里斯多夫 那么我可能就受他影响 就他看完了 我就拿起来看 所以我在十二三岁 就开始读这些大人读的书 可是这里我就要停下来了 人一辈子最重要的 读书的机会 实际上就是小学 毕业前后 和整个的初中高中时代 今天我来接触到 两位同学来接待我 都说是九三年的 九三年今年是十九岁 严格说来到十九岁 差不多你应该读遍了 你能够拿到的所有书 为什么 我总是用这个比喻 就是你是一架新的电脑 你的下载功能非常强 你的记忆力非常强 你如果在十二三岁到十八九岁读的书 你一辈子不会忘记 然后你甚至自己都不会知道 这些书怎样的影响了你 问题是是什么书 你当时读的是什么书 在旧社会 在古代 当然是所谓四书五经 然后是所有当时这个考场规定 读的那些书 现在看起来都是经典 我们在玩国学 这是当时所有考生都要读的书 都要考的书 那么到了我们这个年代 就是革命年代 读书的内容开始在起变化 开始在起变化 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 所谓知青起了一个最奇怪的变化 就是我是1966年13岁 小学毕业的时候 文革发生了 图书馆没有了 书店没有了 出版社没有了 就所有跟书有关系的机构 全部没有了 可是我们居然在那个年代 开始读中国古典文学 《红楼梦》 《西香记》 《水浒》 《三国志》 《西游记》 这些书 同时呢 开始读欧美 英国 美国 这个日本这些小说 是怎么读呢 就是红卫兵抄家 拿到社会上来的书 还有我们直接到图书馆去偷 当时所有的这个图书馆 学校的图书馆都贴的封条 我就偷过一本书 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书 叫牛芒 牛芒 大家听说过 牛芒 克里斯多夫 简爱 这些书都在讲一个主题 就老子生在这个社会 我不服 我都不服 鼓逼一个屌丝 我怎么能够挣扎 我有一天能够摆脱这个困境 为什么 因为我自尊 天生我才 我怎么是这个处境 其实就在讲这件事情 小时候读不知道 就是会被吸引进去 所以凡是个性比较强的人 凡是脑子里有个梦 有个胡思乱想 我长大了 想要干嘛 干嘛 这些书是非常危险的书 可是大家知道 禁书 危险的书 永远吸引年轻人 这是相互吸引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么现在就要讲到文革的后期 文革的后期是一个解冻的时期 是一个大家从荒原里走出来的时期 我相信在座现在的老师 都是文革后上大学的 就是我这一代人 1978年和此后几届考上北大清华 或者全国各地大学的 那么这里面有一批人 名字我不一一复述了 都是现在很有名头的人 他们开始研究哲学 西方二战以后的哲学 开始研究西方的神学 开始补整个的 我们在49年到79年 被中断的一个对世界文学视野 哲学视野的理解 这个时候可能是略微可以相比 五四时期的一个相对非常自由的一个时期 尤其是大家渴望饥饿 知识的这种疯狂状态 这是蛮可怀念的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我就无法说出哪本书是特别被青年群认可的 因为非常多 非常多 但哲学家有 哲学家 我相信中国出现哲学热 起于80年代 补的是什么呢 补的实际上是19世纪和二战期间的哲学家 比方尼采 比方舒本华 比方康德 比方萨特 比方这个 结果主名那些大师 都是在80年代左右进入年轻学生 进入大学 所以我们仔细捋一捋 这个100年来 每一个断层期间 青年人读的书 我们大约可以知道 这段历史时期 书本怎样影响了年轻人 影响了这些年轻人的成长 而这个成长后来 在什么情况下 无论是微妙的还是显著的 影响了中国的 国家的走向 所以这就是一个书的作用 我不敢把它夸张了说 我也不敢把它缩小了说 它是有作用的 它是有作用的 那么 可是到今天情况又有新的变化 那两个变化呢 我想下来 一个是所谓 古训 重新又复活了 就古训非常简单 为什么要读书 就是书中自有言如语 书中自有黄金乌 翻译过来非常简单 就是读书做官 今天这个情况又复活了 据我知道 但是多了一个事情 就是今天的同学读书 我不知道读什么书 除了专业以外 还是为了读书做官 官文化是今天中国 可以说五千年来 最最伟大的一个时期 就是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 这么变成一个绝对的价值观 大家都知道读了书 我将来可以当公务员 或者我甚至有一天可以当部长 他读什么书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基调又回来了 就是读书做官 做了官以后 有黄金乌 有言如语 还有一个情况很简单 就是读书要谋犯 为什么 我们已经引进了西方的 一个资本主义竞争机制 可以招聘人 可以解雇人 所以在做这么多脑袋 毕业以后 第一件事情 不是学问 不是前途 不是爱情 不是婚姻 而是饭碗 这个饭碗第一件事情 你把学历寄给我看看 当然 笼统的说 也可以问你 你读过什么书 但准确的说 你哪个学校毕业的 你是本科生 还是研究生 还是硕士生 你是企业管理 还是经济系 还是什么其他 这是今天新的情况 这个情况 到底跟过去几个时代 时间段相比 意味着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们回头可以讨论 所以这个时候 翻回来 我可以回到今天 我要讲的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这帮傻逼 在二十多年前 从一九八九年 到一九九四年 居然听一个老头子 讲了五年的世界文学史 为什么 我都不太相信 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在座有没有出过国的人 短期出过国 你们去待多久 去法国一年 是公费还是私费 公费 那你是比较优越的 我相信所有私费 出去过的人 而且长久待下来的人 都不会忘记 每一个人刚刚到国外 不管你多大的本事 不管你在国内 有多大的名仇或者成功 你到了国外 一定会有一段 非常失落的时候 一个是精神上失落 还有一个在生存上失落 一切从头开始 尤其是八十年代 今天情况又有变化 今天中国是全世界 留学生最多的 而且你出去到机场来接你的 就是你的同学 一个庞大的中国人 在世界范围的一个网络 早就已经建成了 可我们八十年代 出去的时候不是这样 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都有一个生存焦虑 和生存困境 在刚去的那些年 沐昕更不例外 沐昕出去的时候多大岁数 五十五六岁之间 能想象吗 他要谋生 他要甚至要打工 然后他要想办法挣稿费 当然他也要想办法卖画 那么他是1982年出去的 我在这本书的后绩里面 交代了 就是我们这群盲流 遇到了他这个老盲流 怎样彻夜长谈 谈些什么呢 毫无用处的事情 就是文学 艺术 宗教 哲学 还有所谓思想 还有所谓人生 诸如此类 沐昕是一个非常会讲笑话的人 当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 非常智慧的人 所以他一下把我们罩住了 罩住以后 刚才这位张学霖先生 我看不到 我当时三十多岁 他当时四十来岁 就要说 沐昕 你不要讲了 因为他经常讲到天亮 我们都昏倒在地上 还目光炯炯 好像再来 哪边要打 再来 我们全都昏倒 直接在地上睡着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 结果沐昕写到书里 就写到他的诗里去了 两有平躺着像一本书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现在明白了 我也到了这个年纪 我看到个年轻人 听我讲话嫌烦了 我知道他想睡了 我会说你走吧 你就回去吧 我们那个时候不懂 又不肯走 又要睡着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么磨磨蹭蹭 弄到1989年 终于沐昕说 好吧 我们来上课 我们来上课 他就找了个底本 这个底本是什么呢 就是郑正夺先生 在20年代就出版的一本 可以说中国第一本世界文学史 叫文学大纲 回头我看看PPT里 有没有这个书影 给大家看 这个书里面插图收了 他以那个体力和资料 做底本 展开跟我们的一个文学史课程 文学史课程 那么 这个课程为什么会长达五年 我在后级里头做了交代 很简单 因为我们都各有各的 尴尬和忙碌 要去谋生存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上课 同时另一方面 我们又是自由职业者 画画的 所以我们讲好 第一 寒暑假不上课 第二 春秋 那两个季节里面 一个月上两堂课 两周一次 每一次四个钟头 如果有三五人以上 有事 就停课 延后 如果一两人缺席 课照样上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很多课就不断不断的延后 起先的计划是这样 一年 结果讲到五年 结果讲到五年 而且二十世纪部分 他本来不打算讲的 就讲到十九世纪 但我们都说别走别走 我们继续讲下去 这样一下又讲了一年多 存在主义讲了五课 圣经讲了四课 魏晋文学讲了两课 唐诗讲了三课 诵词讲了两课 大家想想看 光是这些课 加起来就得好长时间 模范现实主义 讲了两课 垮掉的一带 讲了两课 那就一个月就没有了 那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么一群忙流 老的少的在一块 就这样度过了五年 度过了五年 为了什么呢 什么也不为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可能有一个理由 我现在来念一段 先生在上课时候 跟我们讲过的话 大约能够能够背得出来 他的话都很简单的 他说文学艺术 是造建内心灵魂的东西 无数个灵魂被文学造建 忽然他话锋一转 他说当时上帝送亚当到人间 说可怜的孩子 你要到地上去了 那里有高山大海 你怕不怕 亚当说我不怕 然后他说 有毒蛇猛兽 你怕不怕 亚当说不怕 然后上帝就说 那你去吧 可是亚当说 我害怕 上帝就说 你害怕什么 亚当说 我怕寂寞 所以上帝就低头想了一想 把艺术给了亚当 这个是木星自己想出来的话 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话 但是他点中了要害 什么要害呢 第一 很多很多伟大的文学 很多伟大的作品 其实出于寂寞 出于一个孤单的心灵 他很多话要讲 此后 很多很多读到文学的人 被文学感动的人 甚至为了文学去寻情的人 也是因为寂寞 所以我想问问大家 今天大家读书 有没有想过 我们关于读书 有很多口号 古代是万般阶下品 唯有读书高 现在我在团结湖住的时候 看到马路上写着 为振兴中华而读书 这个我不相信这句话 当然也有 为读书而读书 这么一个说法 为知识而知识 也有 也说的不错 大家有没有想过 因为你寂寞 所以你读书 有没有 内心很深很深的寂寞 而且伴随一辈子 而这个寂寞 最不耐的时候 最旺盛的时候 其实正是在做各位的年龄 每个人 进入teen age 也就是13岁到19岁 人生当开始 又还没有开始 我这条命活下去 到底怎么回事 不知道 这个世界已经在我面前展开 所以这个时候 他最爱读小说 最容易受小说影响 同时 最容易 形成 他日后想不到的一个立场 是什么给他呢 就是书 所以书来自寂寞 这是陆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说法 我要换副眼镜 再讲下去 我不知道讲什么 我稍微准备一点 这么多人在一个屋子里 有个好吃 我就更暖气 我经常会忘记 我要讲些什么 所以 这本文学回忆录的 发表 它其实 当然你可以当它 文学史书看 一个非正式的 不是在学院里传授的 更不是在研究机构 作为教科书那样 一种文学史 你可以去看 因为它的史料 大致是对的 来自郑正夺编撰的文学大纲 但它史料 尤其是现代部分 未必那么周卷 不幸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 他对二战以后的文学 尤其是当代的文学 可能跟今天研究一个文学史的人 就会有差异 就会有差异 可能很多当代的作家 他没有提到 虽然他在 二十世纪的讲课中 还是 搓腰地说到了 主要的流派和作者 但是我相信 精通二十世纪 现代文学的人 可能不一定在这本书里 能够找到 但问题是 我不把这本书 当作文学史来读 而是当作 沐昕自己的一个文学回忆 而他自己怎么说法呢 他讲了五年的课 其实在讲一部荒诞小说 为什么 因为这是关于成长的 一个讲课 关于内心的一个讲课 关于我们人生 能够遭遇到 所有问题的一个讲课 因为沐昕先生 在讲课当中 特别会离题 他会讲各种 跟他正在讲的 那个人和作品 不相干的事情 他会讲开去 比方说 他谈到新小说派 法国新小说派 新小说派 大家一定看过一个电影 叫情人 看过没有 玛格丽特杜华斯 就是他的那个派 但是杜华斯并不是那个派的中间分子 他其中讲到一位作家叫西蒙 讲到西蒙 也讲到其他人 说这些人一开始出版的时候 没有人买他们的书 不走运 很久以后 才开始认识到新小说派的前卫性 实验性 忽然一下子红起来 然后很多被拍成电影 他忽然就扯开去了 讲到这儿就忽然就扯开去了 扯什么呢 他就说一个人有才华 有作品 但未必会被认可 牵涉到一个什么呢 牵涉到事物的命运和规律的关系 结果一讲到规律和命运 他扯到哪呢 扯到老子去了 扯到了周易去了 为什么 他说老子的书 最厉害的就是告诉你事物的规律 可是老子是个上智 他是个上智 他分析了这么多规律 而且分析的这么透皮 可是他知道所有这些规律背后 命运在冷笑 他一下子又扯到易经 他易经更直接 易经几乎要去研究命运的规律 要研究命运有没有规律 所以他说他小时候看到老子道德经 小时候看到易经 他心里就会难过 他这些古人就是吃够了亏 才写成易经 写成道德经 意思就是说 你们以后不要上当 这个世界太复杂 人心叵测 世道艰难 你们要会用计谋活下去 他就谈到这些 而谈到命运的时候 他又老是扯 扯到哪里呢 就扯到希腊 因为他跟我们在讲希腊的时候 就是在讲 希腊是唯一的民族 在一开始的文学当中 就把命运奉为最高的一个存在 你人间再聪明 你打仗再勇敢 你这个胜利了 那个失败了 他上头还得服从命运 有了这个命运说 希腊才会出现悲剧 他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我相信 诸位如果稍微读几页下去 你会同意 这真的不单单是一部世界文学史 那么刚才讲的都还是相当形而上的 咱们今天叫学术的部分 他谈到哲学 谈到宗教 谈到文学流派 谈到诗歌和戏曲 谈到音乐和绘画跟文学的关系 种种 此外他还谈到很多家常 很多家常 很多谈到是年轻人 有兴趣的话题 就是爱情和性 这个我也可以选那么一两段 读给大家听听 我把读书这一块放到前途了 好像爱情放在后面 你看啊 这个例子我已经在这两天的采访都举过了 他 谈到他少年时代的一段 似乎是恋爱 似乎不是恋爱的关系 他说 我曾经在14岁的时候 和一个湖州的15岁的女孩 有长达五年的通信 什么通信呢 就是谈圣经 大家现在想想看啊 浙江湖州 和乌镇 有一个14岁的男孩 和一个15岁的男孩 长达五年 他都要15岁 爱谈圣经 谈什么呢 谈新旧约的文学性 那个女孩子坚持福音的文学性 高于新约 旧约的文学性高于新约 沐昕坚持认为 新约的文学性高于旧约 那么 他的全家都是基督徒 后来转入南京神学院 不通信 为什么 因为他们俩见了一面 见面以后完全失望 再也不来了 可是呢 他在讲了很多课以后 又随口提到这件往事 他说见面以后 很勉强地吃饭 很勉强地散步 然后很勉强地有一个月亮照着 这个就是他自己经历的恋爱 那么 大文学家 他提到很多他们的爱情生活 他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 政治生活爱情都成功 可以是伟大的文学家 例子是谁呢 是哥德 而政治 政治爱情生活都失败 更可以是伟大的文学家 比如 淡丁和屈原 你们好像都知道的样子 我一点不知道 淡丁的这个恋爱生活怎么样 他讲到了 他讲到了 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 他说 淡丁一直单恋一个女的 叫贝亚特利奇 是不是 读过淡丁的人 有没有读过淡丁的人 我一个字都没有读过 抱歉 你读过淡丁 努逼 你看 这个沐昕 跟我们讲课的时候 很有意思的 他讲第一课的时候 他就问 在座有哪个人读过 希腊神话 学龄你记得吗 我们满座 一个人都不讲话 从五十几岁 一直到三十来岁 都不讲话 结果有一个小孩子举手了 是我们听课 生了一个儿子 他在美国上了大学 他说 我读过希腊神话 贝亚特利奇出嫁 到三十五岁 一直不知道淡丁爱他 心生 就是淡丁神曲里头的心生 就是写这一段 接下来沐昕讲的 很简单的一句话 他说 每个人都经历过一段 无望的爱情 死在心里 爱在心里 我念错了 应该是爱在心里 死在心里 他说 爱情蛮有意思的 一举一动 都带着诗信 文雅 达意 骂人 损人 酒令 都用诗 因为在他谈唐诗的时候 他提到这个 然后他谈到古代的爱情 也很好玩 他都是一见钟情 而且我看是 简直不见也钟情 所以他谈到 关汉清和王石浦 写的诗香记 他就有这个感慨 可是他自己呢 就刚才你介绍 说沐昕先生 曾经有过一次机会 到这儿来 跟大家见面 你说因为身体状况 其实我知道 他没有来为什么 大家猜得出来吗 那回国以后 一再一再的拒绝了 跟大家见面 是什么原因 我听不懂 叫什么 伤心地 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是见过 他跟我们在一起聊天 你就可以知道 他其实很开心 跟我们在一起 他希望有人听他说话 他一脑子奇怪的思想 这个 没有听众 所以把我们这个 这个叫过来 等于陪了他五年 但是我非常知道 他的性格是哪里 沐昕是个非常害羞的人 非常害羞的人 此外 他说过一句话 这是他的实话 他说 我一辈子 就是一个哈姆雷特的性格 哈姆雷特性格很简单 To be or not to be 做还是不做 去还是不去 这个性格哪里来的呢 其实是从妈妈那来 未必是害羞 但同时又是一个 非常南方话叫做 非常 这个 这儿有没有江南人 他跟我举过一个例子 我立刻明白他的性格 就从妈妈姐姐那来 他出去做客人 他们是大户人家 要打扮好书头 穿衣服 化眉毛 种种种种 多少时间 两个钟头以上 全部弄好了 忽然他妈妈说 不去了 不取消了 沐昕就是这个性格 就是这个性格 他经常弄一本书 弄一首诗 弄一篇文章 弄了好久好久 最后忽然说不要了 就把它涂掉了 扔掉了 就这样子 那么出来跟大家见面 也是这样 不是我陪你到北京去 陪你到上海去 一大堆年轻人想见你 他总是笑而不答 最后一分钟 他会取消 张学龄也非常了解他 张学龄好几次 想陪他到欧洲 学龄是不是 到法国去 到意大利去 他没飞色舞参与这个计划 说我们去 什么时候去 最后一分钟 说算了 不去 回头你们看他的这个书里 他其实处处流露出这些 你们不要 不要看字面 他这句话讲得很有意思 他说 我爱的物 是人 是不太提的 我爱音乐 不太听的 我爱某人 不太去看的 现实生活中遇到他 我一定远远离开他 在座有没有这样性格的人 啊 有 有 这已经 已经 已经不害羞了 已经 此外 他提到很多心理层面的东西 他跟我们讲到 十八九世纪法国文学的时候 当然会说到卢骚 说到卢骚的时候 他说 卢骚是民国的义营 现在叫做卢骚 卢骚 卢骚 那会儿叫卢骚 卢骚 它有很多意义都是民国的 咱们今天叫瓦来里 他那会儿叫樊勒西 所以我听了他很久 我到大陆到处找樊勒西的书 一本都找 结果他们说 哎呀 就是瓦来里 他跟我讲上海话 这樊勒西 其实蛮接近法国的意义的 然后他讲到 这书伯特它是修培尔特 这个是书伯的意义 所以我说这本书是一个民国的出版室的一个记忆 也是民国一个清典阅读记忆 现在很多嘴上来都是民国的 民国的说法 我怎么会说到这个 我没来就说过了已经 好像不是 哦对他讲到 讲到卢梭 讲到卢梭呢 他就当然会说到他的忏悔路 他说我年轻时候读他的忏悔路 我相信 因为 卢梭宣称 我非常坦白 我很坏 你们比我更坏 所以出现了这个忏悔路 此前当然还有一个好像圣奥古斯都也写过产品 但是那个卢梭那个忏悔路是现代意义上的一个文学作品 在当时非常前卫的一件事情 那么 沐昕跟我们上课的时候是62岁 讲到这一课的时候 大概我估计他64岁 他说我最近把忏悔路重读了一遍 平心契合 为什么 他说他一点都不坦白 而且没有一个人会坦白的出来忏悔 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忏悔 说我写在这里的全都是我内心深处的隐秘 他说没有 他说这个例子里头最有利的是 最好玩的是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在新婚的时候 把自己的日记交给太太看 我婚前怎么几个女朋友 一个女的字怎么怎么放 这个那个索菲亚伤心的死去活来 可是他还是隐瞒了过去最最重要的 应该说出来 对太太说出来的这个秘密 那么沐昕就开始 那个语气又回到自己了 他说这个 关于坦白的问题 有人如果问我应该怎么回答呢 他说我知道这是应该坦白的 但是我不敢说 如果你再追问 我只能说我好意思说 你不好意思听说 他说坦白就到这一步 再往下你不要相信这个人 他就想博得同情 博得关注 而且比不忏悔还要 他不是用卑鄙这个词 我忘记了 你们你们自己去读 所以实际上他在谈文学的时候 不断不断谈到 就是跟跟跟我们人性有关的东西 并不是枯燥的在那讲文学史 看看下面还有什么 这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爱情以性为基点 画出种种非性的幻想和神话 归结还是性 都说性真是性气 其实第一性真是脸 真不好意思 顶着性真走来走去 这个就是他上课随口跟我们讲的 我一下子可以挑出来几百条 所以他 所以他非常反对后来的所谓 就二十世纪一些心理小说 佛罗伊德派的心理小说 他说非要把心画出来 把生之气画出来 告诉你你看这个是心 这个是生之气 但上帝把心肺包起来是故意的 他喜欢写平凡人 写平凡事 在这个里头看到人性的深度 这是他对文学的态度 那么关于爱情呢 我就读到这儿 他们给了我一大堆选择 这个回头你们自己去看 下面读几端 他关于 关于读书的 因为读书的你们也许 这个呢 他引的是古人说的话 我不知道在座你们的文学老师 有没有说过 他说的是 从诸位的年龄说起 说是少年读书如窗中溃跃 壮年读书如街前养跃 老年读书如山顶望跃 其实我还不是很懂得三句话什么意思 但是他的话就说 各位正在读书的好年龄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都三十出头了已经 所以这话应该转赠给你们 你们正是读书的好年龄 此外他说的这个也很好 他说说来说去 就是给大家一个制高点 有了这个制高点 看起来就很清楚 一揽众山小 不断不断一揽众山小 找好书看 就是找一个制高点 这个是他讲课的某一次 忽然扯开了 谈到的 再有就是谈到中国初期小说 二期小说的时候 他说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中国人的民族性 很善说故事 小时候家中用人 长短风都会讲故事 看去很笨 讲起来完全沉浸在故事里 滔滔不绝 中国哲学家也比西方哲学家 更习以形象说话 放进很多神话 传说 欲言 甚至笑话 这或许就是先情诸子 夹着早期的袖珍小说 特别是庄子 烈子 写本 经纬结伦 收集起来 扬扬大观 那时候的谋士 测试 竟检皇帝 也要会讲故事 否则会杀头 这是他谈 谈那个 那个中国故事传统的时候 他的一个感慨 这句话是对我们说的 他说你们看书可惜太少 不但少 变数也太少 意思就是说 一本书要读多少遍 他读多少遍呢 他说 莎士比亚的剧本 我读过五六十遍 为什么呢 年年中秋吃月饼 多少月饼 上礼拜堂 天天上 福音书 我读过一百多遍 每次读都不一样 到牢也读不懂的 下面这句话很重要 有人一看书就卖弄 多看几遍再卖弄了 多看几遍就不卖弄了 我们小时候读教科书 有许多世界名著 我不知道今天的教科书怎么样 应该也有很多世界名著 他说学校里唱莫扎特 他不知道那个是莫扎特 他说那个时候 就在教科书上 读到了伯朗宁的诗 在座有没有人读过伯朗宁的诗 我是一手都没有读过 没有 这是一个 那是过调的一个阅读趣味 他说伯朗宁写过一个 花衣吹笛人 说有一个大城市 老鼠城在 市长招募灭鼠的能人 云诺 厚傻 一个穿着花格子衣服的流浪者 说他能灭鼠 市长很高净 就请他办事 花衣吹笛人 就吹响了鼻子 老鼠纷纷走出洞来 到他脚边 他边走边吹 走到河边 鼠群统统掉到河里淹死了 花衣吹笛人 向市长讨报偿 市长赖账不认 吹笛人笑笑 转身走出市府 边吹边走 全城的小孩跟着他走出城门 不知去向 这首诗有预言同化的性质 更有诗味 现在想想 沐昕说 现在想想 我也是那个吹笛人 讲世界文学史 就是吹笛呀 他给我们吹了五年的笛子 太多了 这个不读下去了 我这样的略微说一说呢 只是告诉大家 我们当年真的这样 无为而为讲了五年的文学课 听了五年的文学课 那我不是一个好学生 在沐昕先生讲课中提到的大量作家 他都说你们将来要去看 我一本都没有再看 我连这个笔记二十年我都没有再拿出来翻开过 所以如果不是去年 在葬礼和追思会上 一百多位沐昕先生的读者恳求 我可能今天还不会把这笔记本 输到电脑里头去 所以我现在还是有点如幻的 四十四针看到这两本书 现在几点钟了 八点零六分了 讲了有一个钟头了 我想在接下去的时间 我就跟大家交流吧 关于阅读和青年 关于沐昕的这本世界文学史 好不好 大家想不想看看 叫什么 PPT 我永远弄不清什么叫PPT 现在这么大的屏幕 把灯关了吧 麻烦那边有灯的 最长门口的那个 那也不行 我略微说一下 这个是沐昕先生 设于全家人 设于黄州 时间段在1931年到32年间 这个小孩子就是沐昕 他当时的名字叫孙朴 孙朴 王自边那个朴 那么这个是他的父亲 那位是他的母亲 旁边扶着他的是他的小姐姐 然后这边呢 就是他的大姐姐 这是一张典型的民国照片 可是大家要知道 在沐昕的前头 有五个兄弟生下来都去世了 所以沐昕小时候曾经有法号 做过和尚 家里人怕他死掉 他耳朵上穿过洞 但最后头上要灌顶的时候 他逃走了 他不愿意走 这是他的回忆 然后这张照片呢 我相信他在成年以后 再也没有见过 再也没有见过 一直到什么时候见到呢 在他82岁的那一年 也就是2010年和2009年左右 这位大姐姐的小儿子 就小儿子比我小两岁 也已经快六十的人了 带着这张照片 到乌镇去看他 这样沐昕在80多岁 又看到了自己的全家父 那这个全家的命运是怎么样呢 沐昕这是四五岁之间 然后在他七岁的时候 这位父亲就去世了 不到40岁就去世了 去世那天晚上 并略微好转 站起来说 好了我可以打拳了 就叫沐昕在院子里 看他打拳 打完拳 躺回床上 晚上就去世了 这是他父亲的经历 拿点以貌 那么又过了几年 他的小姐姐 在十五岁的年龄 去世了 沐昕跟我很多谈话当中 我记得二十多年的谈话 有两三次哽咽 要说不下去 其中有一次 就是说到他的小姐姐 说去世的时候 躺在床上 身体已经很长了 已经去世了 那么剩下母亲和姐姐 就是我刚才说的 打扮了半天 两个多钟头 说不去了 就是这么一份人家 那么到 解放以后 解放以后 他的母亲 为了免于被化成地主分子 根据镇上的命令 就把他们的主产 田地全部上交 这样就可以免于 戴地主分子帽子 就到上海去找沐昕 当时沐昕已经二十来岁 就跟他住在一起 结果到一九五六年 沐昕先生第一次蒙冤入狱 关了半年 平凡以后出来 他母亲已经忧疾而死 年龄不到六十岁 在这本书里出现了他五十多岁时候的照片 还没有放完 他姐姐的命运还在家 他姐姐的命运 你看啊 这么好看的一个小姑娘 我相信当时大概 十三十岁吧 大概 或者十五六岁 我无法判断 她是哪年死的呢 她是一九六七年 就文革当中受冲击 批斗 也是不到六十岁就去世了 所以沐昕先生是他家瘦数最长的人 一直活到八十四岁 我有一篇蛮长的悼念他的文章 我最后就写到 就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晚上 沐昕回到这张照片 和他全家团聚了 我们看下一张 这是十九岁的母亲 一九四六年 他第一次各展在杭州 旁边这位是谁呢 是一个画家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说叫姚乃大 在旁边这位画家是谁呢 后来被人辨认 说是左翼画家杨太阳 你们要是美术界的熟悉民国 这个左翼美术史的 这位先生叫杨太阳 沐昕当时未必知道 他是地下导人 这个 你看沐昕还戴白手套 三个人都戴着手套 两个人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这张照片是今年在上海的 一位老先生那儿 不知道怎么曾有这张照片 托我的一个朋友转给我 说这里有一张沐昕 年轻时候的照片 然后等我拿着这张照片去见沐昕的时候 他已经在同乡医院 已经昏迷 已经不能辨认了 所以我花了很大的功夫 才让他认出来 这是他自己19岁的时候 他非常感慨 他有半个世纪没有见到他的照片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 你当时怎么自己不留 他说当时这种看过就送掉了 我说你为什么自己不留 他说当时家 这个国破家王 这些东西干什么 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这照片的小意思 他这样跟我说 好 下一张 这张照片摄于1991年 摄于1991年 什么时期呢 就是他正在给我们上文学课的时期 年龄大约在62-63岁左右 他刚刚被台湾作家认识的时候 说大陆有这么一位作家 几乎每一个人看到他说 哎呦 丁先生你好帅 他有一次出来以后就很着急的跟我讲 他说这天小的 他说我是个难看分子 他不喜欢自己的样子 他跟我们讲课的时候 你们要去看 有两处讲到他自己 他说我小时候剃过头 照照镜子 又瘦又黄 这样的家伙有什么前途 只有好好去写 好好去画 他说偶有风流 那是得了便宜吧 那是再好多 能咱俩敢想 跟北大一个教授 很像 我以后告诉住这些 这是纽约的中央公园 来 下一张 这张照片准确的 摄于1994年 我想是三月期间 就是他跟我们讲完 五年文学时以后 我们约定有一个毕业的party 在一个弹钢琴的孙韵小姐家里面 大家穿上正装 一个一个上去跟她合影 这是她在结业party上的照片 当时67岁 然后里面这件衣服 大家注意 是她自己做的 是棕色的底子 上头是非常深的橄榄绿 玫瑰红 和那种很深层的那种 那种黄色 组成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图案 她可能买了一件成衣 然后自己亲手拆了 再重新弄成这种 她很佩服托尔斯泰 会自己做靴子 然后我知道她经常缝缝补补补 为自己改装衣服 来 下面一张 这个就是她岁数大了 这张是在81岁和82岁之间 她已经回到屋镇定居 这一次出版这本书 我专门设计了12张图片 明信片 都收录了这些照片 而且在反面写了这个照片的故事 买到书的朋友可以附赠这么一个明信片 就在这儿 回头大家 谁要愿意买书可以附赠这么一个明信片 来 下面 这个是沐昕先生的遗物 这是我一个月前到上海 而不是到乌镇去拍的 上面这里礼貌大家已经见过了 它有好几顶 其实她穿正装 很少很少 她平常都是变装 非常偶然 少的情况下 她出门见人 她会穿上这些 而且每次穿好走出来 只要我在 她会有点害羞 她会 因为我会上去揶鱼她 比如我这个老先生 一直很拍头 但是她几秒钟以后 她就会 有一种豁出去的表情 老子就这样 就做绅士了 其实玄灵是不是 她很少穿成那样的症状 是不是 来 下一张 这个呢 也是我一个月前去拍的 就是她的遗物里头 有一堆这样的镜框 这些镜框都是从纽约的 这种古董市场买来的 买来以后 但是她会有一种办法 我到现在不知道什么办法 因为她一辈子的政治 实际上是个工艺美术设计师 她会用一种调料 摊上颜色 嵌到这个镜框里头 用水还是用胶水 我不太懂 就把它做旧 做成非常旧的镜框 做成她要的那种灰调子 然后里面放她敬爱的 这些文学大师 这张项大家知道 就是多斯多耶夫斯基 OK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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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这个是她做的一个小镜框 旁边这些做旧的痕迹 都是她做的 现在在影像上不对 没有这么黄 对吧 很小 非常小 比我的拳头还要小 这个是波德莱尔 来 下一张 那这个就是她非常佩服的人 她的评价就叫仅次于上帝的人 就是咱们莎士比亚同志 这件事也是她做的 这是一张小本话 我在1994年结束课程以后 四月份我陪她去了一趟 文敦 而且去了莎士比亚的故乡 她特地说我们去看看 莎士比亚的墓 结果就去了当地的教堂 莎士比亚根本没有墓 就是一块小小的牌子 林卫等于 上头写的诗人莎士比亚 我母亲开心死了 我没有叫她戏剧家 叫她自己诗人 那就是对的 我们在那站了一会儿 太暗了 没有办法拍照 这就是莎士比亚 好 这个是民国的书影 这个是圣经和选 我估计是清末的本子 我就不知道 她跟那个15岁的女孩 通信的时候 两个人看的是什么本子 对啊 OK 这个是鲁拜吉 母亲很有感情地谈起鲁拜吉 因为这是她少年时代读的书 她当时就会背鲁拜吉里的诗给我们听 好 这张照片呢 现在想起来蛮珍贵 母亲先生上课的时候 不要我们用录音 也不要我们拍照 所以我们一份影像档案都没有 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呢 这是1987年到88年之间拍的 那时候她刚刚满60岁 这是我们某一个同学家里面 二人 因为没有足够的桌子 画面上还有人 拍进去的只是其中一半 所以我们就在地上吃饭 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了 我们赖在地上都睡着了 就都听她聊 在她身后这位就是李全武 我们叫她李校长 整个的五年课程 都是她在安排地点 安排时间通知 然后收费 什么这些 都她做的 我可惜这次 没有联系到她 前面这位叫曹立伟 他23号 他会从杭州赶来 他现在在 在浙江中国美元教书 是我在中央美元的老同学 他回来 这位叫秦明 现在也在纽约 在北京 他在职业画家 是自由画家 后面这个是我 我大概 那年我34岁吧 目前60岁左右 这位是王继达 就手上捧着一条小狗 那个是王继达 他是跟金刚先生 他们俩是夫妻 是徐飞鸿时代的学生 中央美元毕业的 大家现在到天安门去 看到毛泽东纪念堂 旁边的两组雕塑 这个王继达 是参与者之一 他是雕刻家 他也是听课生 这位叫杨谦 四川画家 也在北京 现在是自由职业画家 这就是在 87年离现在多少年 25 256年 256年前 我们就这么坐在地上 一页一页听木星聊 聊到后来就说 行了别讲了 我们正经上课吧 所以才有这么一回事情 我这次朋友里面 调到了这张照片 印在书里面 还有没有 没有 是吧 OK 这样我们把剩下的时间 留给在座的各位 与陈老师交流 但是希望大家每个问题 都能够尽量简短 然后我们为了仿证更多的同学 能够有机会跟陈老师交流 向大家一人只问一个问题 这样有问题的同学 大家举手示意 陈老师您来选 我看到的第一个是站在那的 你好 您说 我这样说您听得到吗 刚好现在这个照片落在这 然后您在刚才的讲座中多次提到 吴兴先生非常喜欢跟您说话 简直就好像是在主动的去拉观众过来 然后 喜欢跟我说话 就说跟 跟 跟 这些学生 我自己好像有类似的经历 所以我想很简明而要的谈 谈一点那个 那个 就提出了问题 因为我自己在 稍微年轻的 我今年大概三十 我大概在五六年前 我发现我很喜欢说我自己的事情 包括一些很寂寞 很孤独的状态下来 可是我后来 一开始说 说我没关系的事情 但是我最近两年 我突然发现我什么事情不想说 因为 我说任何事情 我发现 尤其是我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说完之后我就自己想说了 我打个最近的比方 就是比如说我想要做两个 然后我跟我的好友 很猥琐的 把这姑娘语言 说 那你也有他们的一个信 本来应该我应该去 占有这姑娘 才是我想他的正能力 可是我说完之后 我就不去占有了 所以我就很怕说 一直刚才 沐昕先生在您的许事上 和他很选说的时候 我很想听您 我先听一下 就是 他为什么 他会去说这个语言的时候 他不去把他给做出来 尤其是由于自己 可能他说的时候 他应该是把他给做出来的 比如说他讲 我认识他应该把他吸引出来 变成一个 一个 一个 张纯的 所以我 所以我 他有 他有他的讲义 非常认真的讲义 他有 他有 但他觉得那不是他的作品 所以他生前没有同意出来 我们不能委溢他的意志 就这样 因为 因为 因为你讲到 因为你讲到他的生平当中的时候 我说一句可能不太 不太礼貌的话 他好像也没有做出 特别 变成一个 影响色的问题 他不要有影响色 他不是想我学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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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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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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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中间 杂志这些 所以刚才那样的书影 已经变成一个历史事物了 历史的一个符号 今天所有青年人 绝不会只是去读那个纸本书 他阅读的工具越来越多 可是沐昕那一代人 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的上半生 差不多还活在一个前现代社会 但是已经是一个印刷术的时代 所以我们对书本的这种前进 还真是跟今天不太一样 我不能说今天的青年不愿意读书 一定的人的智力的要求 是每一代人都一样的 但他的阅读方式和智力方式会不一样 那痛苦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但痛苦的原因永远是那些 永远是那些 谢谢 谢谢你 我说太多了 谢谢 陈老师我有问题 我刚才死的男之前 我真的不知道沐昕是谁 我再问一下 不行 还不 像我一跳 嗯 您回家休息一下 看这就是 就是说这里面全是那个 就是那些不太入目的 就是西方传过来那些 那些油画人体 所以自己都是那种情 然后我再想请问一下 我是从来我是首次大 来自首次大 也不是这个书法和国画 不太了解油画是 为什么沐昕画人体 我再了解你 我又想问一下 你从来没有反思 中国人学这个油画 学得非常棒 超过了西方人 那为什么西方那个 我说是欧美这些国家了 为什么没有学书法 学国画 超过我们 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不觉得中国的 画比方 五点油画 超过西方人 这不可能 就像一个法国人 英国人 写书法会超过 比方说 随便哪个人 赵志谦 或者是这个 赵孟夫 这不是一个可能 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这个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中国学油画的很多 像中央美元的 它都有油画的 出国过没有 你有没有看过西方的原作 你看过 你觉得我们超过它了 我说我的意思是 我们很多人都在学书它 为什么西方没有大面 学我们的国画 那我就没法 你想让他们 出国的时候 你问他们 这样因为 智序呢 相当有些乱 然后拿到 麦克的同学 大家再提问 然后我的麦克会 顺着往后传 然后保证后面的同学 也有机会 能够提到问题 好吧 这什么朋友 对啊 陈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因为 这段冬名八十年代 出国 因此出国还不是那么容易 不知道像沐昕先生 像您呢 像阿诚当年 都是因为什么样的机遇 我们都是自费留学 所谓自费留学 就是你只要在美国 找到一个人 给你做经济担保 这边就会批 然后下一步 就美国给你签证 然后你在美国 能够联系到一个学校 说起来 我跟沐昕是在美国 留学的同学 我们在同一所学校 叫Art Students League 在纽约 叫艺术学生联盟 这个学校 现在变成一个 很普通的美术学院 它各国都招生 但是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它没有学位 它也没有什么 一年级二年级 就是你一周前 就可以进去画画 所以这对中国留学生 是一个很好的方便之门 我们可以拿到签证去 但是这个学校 在七十年前非常重要 我们中国的著名的诗人 唯一多 就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 阿诚是另外的原因 阿诚他是 他出国的时候 他的小说 已经被翻译成英文 是那边的文学组织 邀请他去 谢谢 谢谢 我想说一下 那个说在哈利比亚的时候 然后写的日语 最近现在很高兴 没有写词作家 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日语 那个 他是这样 诗人一方面是指那些写诗的人 而且 沙斯比亚也确实写诗 写诗四行诗 什么之下 但是 在沐昕的观点里面 也在很多文学家的观点里面 所谓诗人是指 这整个作品 背后一个更高的一个 一个怎么说 精神立场 和语言立场 如果你是一个诗人 你的写的散文 小说剧本 可能会跟一个不是世人的写出来 会不一样 就是这样 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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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人 这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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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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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希望您一切都好 我爱您 小姜先生你好 我想问你就是 我们知道有很多作家 他们在写诗的时候 可能都是精神都陷入一种非常极大的痛苦之中 尤其是文学家 可以说很多文学家是因为痛苦的越深 所以他们的文学作品越激出 越出离拔萃 而且在文革那个时候,穆青先生他经过了一段非常难熬的时光 然后我也看过那个最后一刻,然后他说,他那个时候就在想,我活着,我一定要活着 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跟他本身比较羞涩的个性,这样相比来说是稍微有一点点矛盾的 我觉得在这点上他的确特别了不起,因为像我们现在熟知的很多中国近现代的一些诗人 都是可能就是思想会比较极端,性格会比较悲观,然后经常是处于极大的抑郁之中 我觉得就是凭点您对穆青先生的这个了解,您对他的这个性格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样的解释 我相信这本书要比他已经发表的时候更能够揭示他的性格 虽然他未必太多谈到自己,但你读下去读下去慢慢慢慢你会读到他 这个他跟在其他作品上的读到是不一样的 陈南希老师您好,我是专门从杭州做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没有 我刚才玩一本小说,然后我想找到一位读者,然后就一直在找您,一直在找,但是您是公众人物,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找到您 就在这个时候做我这个最好的朋友,我们现在是十年的朋友,他现在在北大读书 然后他突然跟我说你今天来讲座,所以我就立刻跑过来,就是为了把我写的这个小说送给您 我不是一个有资格看别人小说的稿子的一个人,非常谢谢,你有底稿吗? 你有底稿吗? 你有底稿吗? 有底稿吗? 有底稿吗? medicine 我想他没有得过,一定没有得过,抑郁症是一种真实的病,就像得过比划糖尿病或者肺肝,他没有,没有,绝对没有,非常健康的一个人。 我可以借此稍微填一下,他在讲到存在主义的时候,他有很多跟萨特不同的意见,其中他谈到两种情况,非常有意思,一个就是说,一个人在年轻时候有四种情况会对他一生发生影响, 一个就是丧失至亲,在小时候儿童时代或者少年时代,第二个呢就是失恋,第三个呢就是非常严重的生病,病到几乎要死,第四个就是出远轮旅行,他说一个人在小时候经历过这些事情会跟没有经历过的人,非常不一样,这是一组情况。 还有一组情况呢,就是他不同意萨特说的就是所谓他人就是地狱啊,什么种种这些夸张之词,他说一个健康的人和一个有病的看世界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他说也是讲了四种情况,我可能不能计全,第一种就是在被囚禁当中,在被囚禁当中,因为他自己被囚禁过,所以他知道在囚禁中看一个世界是不客观的,第二个极端贫穷,极端贫穷, 第三个是什么,反正都是在身体或者精神上处于极端的劣势的时候,他说这样的人说出来的话,对世界的意见是不可取的,我可惜现在不能马上翻到书里的那一段。 所以他非常反对一个,一个所谓诗人气质也好,悲观情绪也好,来渲染对世界的看法,他反对这个。 您好,请来,今天下这个南方这么的报纸,我全部读完一个,这有一句话,我想请你解释一下,是不是郭金先生的原意,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有点受伤的感觉。 他以为今日所有伪君子身上仍然活着孔秋,请解释一下。 是这样,我马上可以念他谈孔子的这个,这一段念给你听,就在书里面,我得戴上花镜才能看到。 我知道这句话,我曾经想删掉这句话,因为这是我在引述他的话,但我知道我说这个话会,在今天的语境当中是一个非常冒犯的事情,因为现在正是孔子热,正是国学热的时候。 有人可能会惊讶,为什么沐昕先生对孔子的立场跟五四那一代是一样的。 我来念给你听,但问题是,要有上下文,同时还要结合他谈老子,谈墨子,谈荀子,韩非子,孟子,这些人。 好吧,很短的一段,我念给你听。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是精炼的散文师 文学的伟大在于某种思想过时了 某种观点荒谬错误 如果文学性强就不会消失 我常常读与我见解相反的书 只为了看取文学技巧 孔秋的言行体系我几乎都反对 言而一言以蔽之 他想塑造人 却把人扭曲得不是人 所以儒家一直为帝王利用 但我重视孔秋的文学修养 上次我讲老子 主要介绍他的哲学思想 当然重点还是老子的文学价值 这次讲孔子 只谈论语的文学性 孔子既不足以称为哲学家 又不足以称为圣人 他是一个庸俗的高级知识分子 其在内心复杂复制 智商很高 精通文学音乐 讲究吃穿 他欲望强盛 种种特求 世界满足不了他 他一定要把不可告人的东西 统统告人 所以虚伪 十分精致的虚伪 识不厌精 胃不厌戏 歌不正不识 君子死不免官 君子远刨除 秋穿什么皮衣 冬穿什么鸡衣 鸡皮 三月不做官 黄黄如也 父亲做坏事 儿子要隐瞒 骂人 诅咒等等 如果仔细分析他的心理 在广泛的印证 中国人的性格结构 将是一篇极有意思的红文 五四打倒孔家殿 表不吉理 孔子没死 他的幽灵 就是无数中国的伪君子 这是他的 但是如果在念下面就太长了 因为他立刻举出墨子 他非常喜欢墨子 他谈了墨子和孔子的这个争论 他站在墨子这一边 我只要念里面很短的一段给你 早年我在北京设计展览会 喜欢一个人逛天桥 去东安市场厅取义相声 在东直门外 西直门外的小酒店 和下层人物 喝酒聊天抽烟 他们身上有墨子的味道 零零碎碎的墨子 这是他对墨子的看法 然后最后他给了一个结论 中国哪一朝代 哪一政党 能按照墨子的原则办事 所以中国搞不好 不是理论问题 是品质问题 民主运动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那些大是大非 我认为既重要又不重要 唯一重要的是领导人的品质 所谓墨子兼爱 磨顶放重力天下为之 请问哪一个可以和墨子比 当然这上下文 我都没有念给你听 这是非常突兀的选断 就是这样子 谢谢你 现在还有中家 还有长年的同学都没有问 好的 那个陈老师 非常高兴来听您的讲座 然后我也是93年出生 然后现在也是大学生 然后您刚才在讲座中谈到 沐昕先生 他讲了一个关于上天亚当的故事 就是说为什么人需要艺术呢 是因为人很寂寞对吧 就是而且您刚才也说 有很多伟大的文学家 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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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家之类的 他们也是非常的孤独 就是人是有时候 是因为孤独和寂寞 然后会有这样的 艺术和文艺作品的产生 然后这也是 而且非常伟大的 这个文学艺术和作品家 他们也都是非常伟伟 然后他们喜欢的作品 其实有时候 有些作品在很长时间内 是不太被人理解 但是我也看到 另外一种现象 就是说其实许多 还有另外一些许多伟大作品 比如说《红楼梦》 它红起来 最近在《红楼梦》 就还有许多这样的古典小说 就是我想请到您 不知道您有没有思考我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 就是我感觉 画画跟文艺学 其实也是相同的 都是艺术 就是关于这个艺术的 那个曲高特化 就是阳春白雪 跟夏里巴人之间的这种 平衡和矛盾 和平衡 您是怎么看的 这样的问题 这整本文学回忆录 差不多都在谈这个问题 我的回答不会被处理 说得更好 来 谢谢 请问我 请问我 现在是内部最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这张部学 实在在那看过本数 对 我们就用了一下规则 把那个 对 我们就用了一下规则 因为还有太多报告 不好意思 请问我 请问我 我是那个 公养委员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提议可以赢之后 当我们这张口额 是可以 各位 您可以 不好意思 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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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想問您的意思是關於一個問題叫Golden Age Cumplets 就是說一個好多作家都有一個黃金年代的故事 您多次提到民國的這個藝術人派還有作家這一切 是不是您覺得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猛的時代 還是說因為現在因為這組版本太多了 這個不是我的觀點 民國的教育怎樣好民國的言論怎樣活躍 這是學者的觀點 我從他們的這個文章裡看來就是這樣 我不是個學者 我沒有認真研究過任何學生是時代的東西 最後面最後一排給民國的教育長 對 陳老師您好我想問一下 前面前我聽到一個老師講一些民國的人物 他是曹基盛的半孫 他不是唐子 他在講民國人物 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一個人不論是說文科還是說你科 首先他應該學文學 只有文學才能讓人傳人 請問您您這些句話怎麼下 沐昇在給我們一開始上文學課的引言裡 他就說以講文學為妥 因為我們在座的都是畫家 他說因為文學是人學 結果其中又在另外一堂課裡說到 我們今天講文學就是在講文學的聖經 我們今天在講文學就是文學的神學 他把文學看得非常高 看成跟聖經跟神學 你覺得那麼高 我同意你的長輩說的這個話 陳老師這樣子 我跟我的一些朋友一起在 武當口坐的一個類似的一個這樣的地方 在聖經的空間 請你來這裡的年輕 我不是一個文學家和學問家 對 我能說的東西非常非常少 謝謝 那個同學從最一開始就舉手 我跟你的同學 來 您說 陳老師你好 這個文學是一個文學 您這個文學非常感興趣 然後也上了很多這樣的課 然後 我沒有想過文學 對不起 你剛才說那個唱那五年那個 我聽了五年的課 對對對 然後我想問你其中的問題 其實可以這個文學 就是怎麼影響了你其中的醫生工作 因為我是一名藝術的學生 我最近的話 其實藝術的藝術非常感興趣 謝謝 對 我們小時候看的書對我影響非常大 我小時候看書雜 但是很少實際上 我讀的最多的 影響最深的是 托爾斯泰巴魯遜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給我的影響 說來你可能會有點不容易理解 就是他們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怎樣觀察 他們兩個眼睛都非常好 非常會看人的表情動作 然後看這個 他們各種場景都能在他們的文字裡表達出來 這是我從小迷戀的一個能力 最後我又喜歡畫畫 所以我受的畫家的影響是一部分 同時在文學家那兒受到另一部分影響 但確實跟畫畫有關 就是我睜著眼睛 我怎麼怎麼怎麼看這個世界 這兩個人對我影響非常大 就是這樣 謝謝 陳老師你好 我大概在初中的時候看過一本書叫 《自強之筆記》 裡面是人的一張文章 然後裡面的大概一句話是 人往往需要拼命才能就是做成一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對我影響蠻深的 我其實沒什麼問題 但是我想我能夠證取一個 就是和您合以得意的 謝謝 我回頭再說 我回頭再說 我現在就是個三倍 我現在就是個三倍 陳老師好 我剛才聽你的講座非常順利 我也看過您的一些採訪 我最近看到一個關於您的採訪 是FP 金牧師吧 今天做的採訪 它是關於那個教育 您在裡面提到一個 權力對尼采 還有一個 我在您剛才做的報告 您剛才做的研究裡面 聽到尼采 尼采呢 是我比較喜歡這個 學學家 我看過一點他東西 然後我想就是 您對尼采 尼采 教育權力和自我教育 這個事情做一下 說到尼采 那你很遺憾 你沒有見到穆辛 他非常樂意跟你聊尼采 因為這本書裡 從頭到尾幾乎 每一堂課都會提到尼采 有幾個人他是老要提到的 一個是老子 一個是尼采 一個是耶穌 一個是莎士比亞 還有一個多斯多耶夫斯基 然後另外幾個人也經常提到 一個是安德烈基德 一個是凡勒希 就是瓦來里 波德萊爾 馬拉美 這些佛羅拜 是他談各種文學 他都會提到這些人 所以你會很高興 他那樣的談論尼采 至於權力和教育 他也談到自我教育 至於今天的教育狀況 和權力的關係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明白的關係 非常非常明白的關係 是什麼在控制這個學校 是什麼在控制你們 包括控制你們的思想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我發現我前些年在談教育的問題 非常愚蠢 非常外好 我完全談的不對 這根本就是個權力問題 不是教育問題 所以我這些年不太談教育 謝謝 謝謝 陳老師您好 剛剛就是您說 沐欣欣欣欣稱 談到就是 現實中如果我遇到我的愛人 我一定會遠遠的離開他 然後就是 但是我有一種感覺 為什麼 因為是 往往是一些高貴的 純粹的靈魂在 自己 往往是初次動心的時候 會有一份難以自意的自卑 人為什麼會在 自己往往是真正遇到 可能自己無法割捨的愛情的時候 會有一份無助 我特別想聽聽 您作為一個長者 來跟我談談愛情 只能祝賀你 你有希望變成私人或者不是 每個人都有一大堆Triple 在戀愛問題 私人感情上面 一大堆一大堆Triple 而且不只是年輕人 你各個年齡層 都擺脫不了這個Triple 正好沐欣大量的談到這些 如果你樂意看到 看到打擊不去的話 這真的不是一本世界文學史 就是談一切人的感情 人的性 就是性相 我相信你不斷不斷會遇到一些句子 你看了會會心 或者會想哭 或者很久很久都可以回歸 謝謝你 這樣 這個我們的活動 在進行到9點20的時候 陳老師會在外面跟大家簽書 所以說大家做好準備 也提醒後面的同學 提問題的時候盡量經驗一下 我們讓更多人提問 這位你說 謝謝老師 您好 去年這個時候 我參加了在北京 謝謝您 然後我當時 就是我向您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 文學史什麼用的主板 然後之前它果然主板了 所以非常感謝您 非常感謝 我想覺得 其實我們在 就是遇到那個 跟我們的 其他很接近的時候 我們就很想 去看我們 那些不斷有的 這些奏錢 我們怎麼樣給他 就是我們怎麼能 能讓我們有限的 面對時間 得到更有效的 利用 怎樣去 不要讓那些 就是 會被 實在淘汰的奏錢 來浪費我們 看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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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辦法告訴我 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意識 性和都不同 看你自己 我下面有點想請 我的老朋友 張隨玲上來 我早就看不見他 我們也很難得見面 他住在紐約 非常足夠的 非常好 大祝福 你去叫我 哪一個 一定 你去叫我 歐萬一 我好思想準備 有的可能 有的能力 都會很難 知道 我本来也想有个想法和道理 刚才一位女士也提到 我洋葱白薯和夏丽达染学物 我想要不时你听 她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沐昕老师在纽约出现的时候 我们对她有所了解之后 非常崇拜她 所以愿意祝她的学生 想让她那里学到一些真正的什么是艺术 所以就请她来准备上课 我要讲的这个问题 先要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才会听过我的话 什么呢? 我是六零年上入大学 在学校学习五年期间 主要一本《圣经》 就是《沿岸文字》上的讲话 这里面告诉我们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 叫做国家整合机器的此人和卢士丁 我们画画写文章 拍电影 都是为了社会主义 为社会主义服 为工农兵服 我受的是这样一套教育 每年都要反复地提自己的书 要不断地清理自己的 日诞与世界观 所以呢 在纽约碰到沐星星人以后呢 我给她发生了一点点磨蹭 我说 沐星现在你成功做好 就是有一点不好 没有群众观点 然后呢 沐星回答说 群众 群众是没有观点的 这个是一点 另外呢 后来沐星现在跟我们谈话当中 他讲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 我这书是不给人看的 我这书是写给上帝的 这两句话 一直在我心里藏了很多年 我想不通 理解不了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心里落地 直到最近我才想通了 很难的 你从来没跟我说过 我想通了 我想通什么呢 沐星是对的 我错的 OK 我现在请问各位大家 沐星对的那个 我错的什么地方 也回答了刚才 就是以示威 这是个重大问题 我到现在挺想通的 我觉得沐星 如果是终于言为正常我讲话的人 这两点都是我认为我心里想通的 是不允许的 我一个作品不能 作为一个艺术家 不能采取这样的做法 不能是这样的立场 是开心的 应该是为人为大作物服务吧 更于什么 在千生万学 天经地义 是不是 错了 我告诉你 这个问题大家好好去讨论 我们可以研究这个问题 我现在为什么认为这是对 现在有很多人 是跟我父亲的下巴一样 无许多 这问题可以讨论 不要讲的就这一点 声音稍微大一点 两位老师好 我刚才这位老先生说了这个问题 我就联想到就是 最新诺言获得洛贝尔奖 然后他在那个获奖发言 他有两个观点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奖是搬给他个人的 不是搬给他国家的 还有个观点就是说 文学是高于政治 或者说文学有 是不愧的文学 也政治无关 那么我想 请问两位先生说 如何看待文学 他的体系 或者说文学 对政治 或者对其他的观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现在这种现象就是 大家好像要对这个 洛贝尔奖 他文学的他作品 这种关注度也没有 大家对文学之外的这种 关注度 比如这种 与获奖尔奖 就是这种 和乐的许刺 或者是 大家对这之外的 关注度也没有 他文学可能是要高 对你说的 那这种 我很抱歉 我没有读过《莫言》的书 所以对他的文学 我没有办法的 补一 但是很高兴啊 他能得到 与获奖 对他来说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就是我的意见 我想问一下 老师你好 刚刚听到你之前对于文学有种说法 是一种在计划当中产生文学 那么我想问您的文学 或者说您的一种意识抗的当中 计划过或者说是工虚过吗 我写电脑的时候就一个人了 一个人的时候就很寂寞 而且也不知道谁会愿意读 有人说读过了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这都是种寂寞的状况 寂寞蛮好玩的 蛮好的状况 来 那位穿混衣服的女生 文学家有什么 手工艺人 木星就是个手工艺人 他是上海工艺美术家协会的人 那我要去找 因为这是一本一千二百多页的书 他每一页都有他动讲西讲一些观点 精彩分成 你得自己去找 我这边刚刚翻到一类 就是关于读书的 我刚才谈到读书的时候 想读这句话 那现在正好给我翻到 他就谈到罗曼罗兰的时候 他有底下一段这个 离题话 他总是用离题的话 他就说 世界上的书可分两大类 一类疑深读 一类疑浅读 疑浅读的书 如果深读 就已经给他陷阻了 控制了 尼采的书疑浅读 疑深读 疑浅读就骄傲自大狂 深读就读出一个自己来 罗兰 罗曼罗兰的书疑浅读 你如果深读 就迷失在伟大的空想中 道德经 宜深读 离骚 宜浅读 道德深 如果深读 就会讲谋略 老奸俱华 深读 会练成思想上的内加功夫 离骚 若深读 就爱国 就寻情 就寻国 浅读 则唯美 好得很 韩非子 也宜浅读 这个是他简单说了几位书深读浅读 我们可以 可以这个 呃 自己去排比其他一些例子 不管大家同意不同意 哦 后面那个穿蓝猫衣的男士吧 对就是你的 您声音稍微大一点 这位同学 您的声音能再大一点吗 或者 或者 或者这样 这个活动结束之后 您可以单独跟陈老师交流 我们下一位同学 好 陈老师您好 您好 问您一个问题 您作为一个画家 就 最初是被人了解是以您的美术创作 然后呢您又得到了这个沐昕老师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学艺术方面的一个熏陶 然后呢现在呢我也看到您很多的作品 陈老师也是画家 对对对 然后 在这两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当中您更想去哪一种 您觉得哪一种形式更能表达您的思想感情呢 就现在而言 都能 都是游刃有余 都是那么游刃有余 我做不到游刃有余 但是都能 都会给我快感 那我就愿意做 哪一个会 您或者跟他们的倾向 我没有比较过 我没有比较过 今年一年我没有画画 我全部是在编这本书 您辛苦了 谢谢他 倒也不辛苦 谢谢 谢谢 您好 就我觉得当时我们在谈的一些问题 就是关于说 我们活着 我们应该怎样活 然后我们活着的时候 一个问题应该描解一点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 考虑一下前提 就是我们要死 我们不需要死 再加上去 末日 买一天的情绪 就想问了 对死亡 我还是没有听 我们都要死亡 就是真的 当然我们都会死 这屋子里人全都会死 但是你想说什么 我想知道 您现在已经比我们多活了好几十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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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不能害怕 我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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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沐昕说过了 她说所谓非观主义 就是指 第一 一切都会过去的 第二 人会死亡的 第三 太阳底下 没有新的事情 第四 既然如此 又要好好的活 又要快乐 就这样 那边那位 红衣服白领子的女生 那边那位 红衣服白领子的女生 然后我想说 你是不是 呃 要不就有一些 这种 自己的非观主义 情团的人才能够 认识说那样 好多女生 然后 你是不是 没有人家的情团的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 嗯 我理解的自己呢 是非观主义 还是 这个非观主义 是非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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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非观主义 实际应该叫 透观主义 所谓透观主义 只要看过这件事情 要看见所有事情 背后的事情 对 所以我蛮同意 他这个词的 非观主义 它立刻进入一个情感判断 你是乐观 你还是非观 你要哭完就要笑 所以话会讲不清楚 所以话会讲不清楚 痛观主好得多 但是问题这个字已经在了 你要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你可以看它大量谈到非观主义 是非观主义 谢谢 好 刚才那位想的问题 一直没有结合 所以说 你先说 你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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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学过这些 你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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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就是我想问说 我们一个平凡的人 这些都没有 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种机会可以自费去留学 可能我们都没有那么多的钱 或者没有那么多的 进行各种条件的限制 可是我们一个平凡UI读书的情况下 我们拿什么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我们也想作为一个作家 我们也想写出一些好的作品来去影响世人 可是我们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内景下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做到这一点 于是我就特别的客户说 那我们于是这个在这种年纪 到底去问什么呢 究竟每天 我做的很多人都已经不要 互服说 都已经要互做客户了 所以到这里就拿出书 那里就没有什么 然后客户也搭乱 也不是刚刚说 你那句话 突然这样子打过 这个一件事 可能我也很很 很明白 为什么 今天下午才听到那句话 是说 你本身就是写的报道 可是我可能就喜欢你那个陈丹青老师 因为我对陈丹青老师的了解 我太疯狂了 然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 就是 你刚才 就是一直跟我们讲的时候 当初在那个年纪的时候 你听到那些课的时候 你是一种无为而为 那我想 你当年的那种无为而为 对你现在 或者最后你的生命 有一种怎样的意义 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 第一我们那个时候出国 未必比你们现在出国容易 或者难 我出国的时候就几十块美金 然后我就要打工 最重要的是你想不想出去 如果你真的非常想 你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我在最困难的时候 我跟张学霖一起 在马路上给人画像 也能挣钱 也能谋赏 就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谈到写作的困惑 要去影响很多人 我觉得不要这样想 你写作是因为你喜欢 第二是你自己喜欢 没有人叫你喜欢 所以你写作 你画画 你干什么 是你自己的选择 不要去想 因为我的作品 没人发表 没人读 我就怨怨这个空间 没有这件事情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然后你为这个选择 符合 就这样 这六位有点像存在主义 但情况还不完全是这样 就是你得清楚你到底想干嘛 对啊 我在那个年代听沐昕 现在想起来是无为而为 我今天在做沐昕这本书 其实也是无为而为 他死了 然后我遇到很多眼睛跟我说 给我们看吧 你把它写出来 我就做出来了 就是这样 我现在有点失落 因为做成了 我赶紧回去找另外一件事情去做 好的 谢谢 陈老师 那个我以前也听得过您 年龄期挺大的 我想问您 就是您觉得人这一辈子 肯定有人可能为名利 但是您做艺术 或者很多人做艺术家 那么他肯定不是为了名利 那么这个人生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 就是他活着 他为了艺术 他到底就是这个 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名利 金钱啊 权利啊 名利啊等等 不要把它对立起来 不要把它对立起来 就像我们现在拍电影 老师说 什么我看不起 好莱坞那种商业片 然后我要拍艺术的片 好莱坞每一个电影都是商业片 但是它做得非常好 它就是艺术 就是艺术 在中国我们的教育把很多事情给弄你完了 把价值观对立起来 不是这样的 每个艺术家都是虚荣家 所谓虚荣什么意思 我写出来其实希望别人看到 希望别人就要好 但是你可以说这个人要名利 或者不要名利 但是他今天选择做艺术 没有一个艺术家说我写完作品就把它烧掉 我不想任何人看到 这是神话 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不要把所谓名和利和艺术 把它这么分割开来看 只是有些人做得非常完美 有些人没有做成功 在名和利和艺术之间 没有做好 但是那些没有名利的人 他们做得也很好 就是有可能有很多人 如果他真的好 有一天大家会鼓掌的 如果他真的好 黄老师 这样 我想知道自己是一个方法 但是没有你们这些学生之前 只有当地指导他们一个方法 所以当心 什么东西 跑我里头啊 就是 木星知道自己是一个方法 但是没有吃那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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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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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然后 呃 日本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人的ologic card 有非常高枕的出修间吗 我觉得艺术可能就 就是 诈承仇人灵活的那一部分 然后cer spread 现在的生活就是 它越来越快 然后它的成功的定义 越来越远落 每个人追求 都越来越 越来越 molten 就是越来越搞不清楚 自己在追求什么 真的这个时代 对我们大家都要求 就开始不停地读书,然后去工作,然后我们越来越难静下来去读一本书,或者就静下来听听自己,想一想,想想自己读了什么书,然后有什么想法,然后静静地去回忆一下,我就觉得,有没有觉得这个时代可能就,就不是特别适合,或者人很难就是在经过自己的生活,还有生活的同时又经过自己的灵魂的那种。 那你说的是你自己的问题,还是一个大家的问题?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如果这一辈子能够每天起来读自己想读的书就够了,但是现实的生活不允许他这样,我就觉得很多都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代让我们觉得 如果你非常非常想和你,可以的,吴欣在监狱里的时候还写了66页词,文学手稿,可以致命的,如果被查出来他可以枪毙的,但他还是写的,因为他实在想要 他在一个剥夺所有权利的情况下,坐在牢里面,他还是要写的。如果你这个同学说是上班,他实在是烦死的,我连看书的空都没有,我相信他只要真想看,他会有空。 所以我要弄清楚你在说时代还是说你自己的问题?你在说时代,你没有这些问题? 我也有,你也有,OK,但我们要很慎重,当我们说这一个很大的空间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是你自己的问题还是整个大空间,我同意这个时代是有问题,但是你如果去考察每个时代人都在抱怨他的时代, 17世纪,16世纪,清朝元朝,都有人在抱怨他的时代,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超越他的时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能够,这是沐昕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就是尼采说的话,说要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但问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你要付代价的,你能不能付得起这个代价? 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但这是一句很好的话,你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什么呢?很多很多问题,谋生问题,政治问题,或者是爱情问题,经济问题,种种种种,今天你活在这个世上都给你遇到了,你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看能不能克服,或者解决他,但是我告诉大家,我非常不期望沐昕被理解为一个像神仙那样,非常高雅的一个只知道艺术,一天到晚在纯洁,什么灵魂当中,不是这样的,这本书可能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什么都谈的人,他有很多世俗的语言,世俗的观察,世俗的见解, 可能在他其他作品当中被抹去了,或者显得比较不容易找到,可是在这本书里,他什么都谈,什么都谈,不要把它看成一个非常超然,不是这样的,好,来吧。 这因为时间原因,最后一个问题吧,留给刚才,为了问问题,在最后一排跳舞的女同学 我问个问题,好不好,下次来问问女同学的嘛 我问问哪个女同学的,陌生的谁怎样看待她,哪个作品 她太多了,她讲的讲句都在讲这些,她怎么看待诗,怎么看待小说 他自己写的诗啊 他很骄傲 他觉得他的诗写得很好 他说我现在在去看 记词的学来拜伦写的诗 他说很幼稚 很理解不理解 当然这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翻译的问题 有些东西仍然是可把握的 他说这个看唐人写的诗 看魏晋人写的诗 但实际上很多境界都已经过时了 但是留下来的是文学价值 所以他非常强调文学价值 什么是文学价值呢 就是文字好 语气好 意象好 就是有文采 他特别在乎的是这个 所以他把先情诸子的这些哲学伦理 他全部到文学看 这是蛮难得的一个观点 我很少在其他人那儿见的 他看孔子看老子 他取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 就是这样 好 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们感谢大家能够感激 谢谢 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样一座演讲 啊